大家好,现在我们开始进行介绍 智慧微型图书馆的操作流程 我们这款智慧微型图书馆采用的是16门的设计 每个门都可以单独打开 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借完收的操作 选择登录插卡 点击借书 然后选择相对应要借的书柜及相对应的书名 确认借出 打开,然后取出书本 关上门 那我现在想要继续借一本书 就点击继续借还书 借书 还是同样的操作 选择相应的书柜及书名 确认借出 好,取出书本 关上 现在我们借书完毕就点击退出借书 以上就是一个借书的一个过程 现在我们继续演示一个还书的一个操作流程 同样是登录插卡 然后在还书之前 我们可以首先查询一下我们的信息 上面就会显示我们一个所借书本的一个具体书名 点击续借 就可以完成一个续借功能 然后我们现在在进行还书 它会书门就会自动打开 把两本书同时放回去 好,界面上就会显示你所还的书名 然后就直接取卡退出 以上就是我们智慧微型图书馆自作借还书的操作流程演示 我们这款智慧微型图书馆同时还支持手机端的自作借环 首先选择界面上的读者证 点击扫码登录 扫一下上面的二维码 点击同意 确认借出 好,书门打开 我们把所要借的书本取出 关上 界面就会显示关门成功以及所借出的书本名称 好,我们现在进行手机端还书操作 我们将刚刚所借出的书本进行还回 点击手机端界面上的读者证 选择扫码登录 扫一下上面的二维码 点击同意 确认还书 好,书门打开 我们将书本放回 关上 关门成功以及显示所还回的书本名称 以上就是我们手机端借还书的操作流程演示 好,书门打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 打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开